你知道嗎有百分之六十的人 他們都是在手機上面 看你的影片喔 如果說你想讓他看你下一部影片的話 你要知道 怎麼做這個 今天我就要教你如何去建立你的資訊卡 手機的用戶也可以看得到你的影片喔 Check it out 同樣第一部呢 我們要先來到影片的後台 請選擇一部你要編輯的影片 這一部點擊按資訊卡 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最多添加一個資訊卡喔 添加的方式很簡單 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點擊這個 我們就會放上我們的影片 或是播放清單 按建立 它會讓你選擇你的影片 或是播放清單的內容 那我這邊呢就選擇一部 比方說我要放 YouTube影片製作教學 點擊資訊卡 它就會出現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當有人點的話呢 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資訊 你也可以做頻道的宣傳 也可以做意見調查 比方說我們點擊這個建立 當你建立溫捐調查的時候 不管是手機的用戶 或者是看電腦的用戶 他們都可以填寫喔 所以他只要點擊右邊的金探號 他就可以選擇哪一個 你也可以在後台的 數據分析這個地方 資訊卡 可以看到呢 他們所填寫的資料 你有學習到這個方法嗎 是不是非常非常簡單呢 你有學會如何添加資訊卡了嗎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影片 記得在這邊 幫我點一下訂閱喔 手機的話在下方也可以點 旁邊呢有一個我推薦給你的下一部影片 在下面 有一個我要送給你的免費教學 非常開心你觀看我這段影片 我們在下段影片見喔 掰掰 掰掰 tended… 字幕作人員 字幕作為… 字幕作人員 …… …